歡迎來到XM4的頻道 今天就拿了新車 我人生終於買了第一部灰色的車 絕對不是我旁邊的這部FK8 是這一部 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要買這部S15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 唯一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要學飄移 這部車對於我來說是必須品 個人我不是很喜歡S15 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類型的車 但真的有點必須 如果我沒有這部車 我是學不到飄移的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開別人的車來學飄移 因為始終開別人的車會有一點包袱 有一點不夠放 而且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特別是你脫了你的車 用了你的輪胎 搞了你的車好像有點殘落 不是很過意的去 我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好像欠了人 所以我就自己買一部S15 自己脫了自己的車 炒了自己的車 爛了自己的車 你明白嗎 這叫做有責任 減少了很多煩惱 減少了很多煩惱 沒錯 你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計 難道我說你這輪胎新買的 例如我飄了10% 本來10%的輪胎錢 很難計 我又很不喜歡這樣做 所以直接一部到位買一部S15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會買一部S15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跟我們說 不如你買一部殘的 例如S13 或者30Z來飄 可能會好一點 也都入場費沒那麼貴 因為現在S15出了牌 大概是二頭慢 為何我買一部這麼貴的車 其實很簡單 因為如果我買一部30Z 或者S13 可能現在8萬多元 10萬元左右 找一部正正常脫掉 沒問題的車 但最大的問題是 我脫了兩三年之後 脫到熟了 那我還想對S13去打飛機 我絕對不會想的 那我又兩三年後 我們觀望這部車 究竟會升到多少錢 因為你知道現在是瘋子 那什麼東西的JDN都升 什麼東西都升 我們今天看到一部 DC280萬 是 是828萬的DC2 你有沒有後悔買這部車 我沒有 那部真的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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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悔不是因為它升 好 你後悔是因為你喜歡B計 我喜歡DC2 那我們不要扯開 不要緊DC2 我回事先 所以我覺得 現在買了這部車 絕對是比較明智的決定 因為到時候可能三年後 這部車可能三十萬 三十五萬 四十萬 到時候又用多錢去搞 一部自己不太喜歡的車 又要慢慢放了那部產品 還要很難放 這部車是很難放的 因為你一定可能 你譬如的期間 可能會撐一撐沙板 那些位置 你知道那些人很記 沙板做過的嘛 你買車的時候 通常你見到沙板做過 你就一定是不會再想 不會買這部車 你覺得這部車撐過 那我們絕對會在鏡頭紀錄 這部車是怎樣撐的 那大家可以放心的 那之後再說一說 為何我零零色色買這部S15 其實S15我看過很多很多部 起碼有四至五部以上 有一些全改的 有原裝的 什麼都看過了 白色看過 灰色看過 藍色看過 最後決定買了這部 原因就是 它是灰色 因為我自己挺喜歡灰色的S15 我覺得白色實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灰色 真的 我覺得這部車挺漂亮的 這部車的樣子很漂亮 那有什麼遺憾呢 最遺憾就是 它沒有Arrow的頭冰把 因為其實Arrow的頭冰把 如果大家有留意拍賣的 是賣到差不多兩皮幾 價錢一直向上升 那個頭冰把就很漂亮 但如果我喜歡那個樣子 然後買一個頭冰把 我可能會買一個流的 因為你反正都炒 買一個堅的 炒好像有些 有些辣過 其實我都想過 有第二個外觀的玩法 就是在我上面 看到一個Nismo的S15頭冰把 我自己覺得挺漂亮 因為我在香港還沒看到別人 裝Nismo body kit 用一部S15頭冰把 我覺得挺漂亮 我覺得挺特別的 請教過人的 為什麼沒有人裝的 貴 因為只是整套的 差不多兩萬元 兩萬元 是頭冰把 裙腳 還有一個尾泵把的廣告 對 那你還要噴油 你還要裝 加上三萬多元 差不多 三萬多元 裝到一部二十幾萬元 的車道 有點誇張 但我正在考慮 還有我想 Nismo body kit 再加上Nismo的LMGD4 link 我們覺得 很棒 這個樣子 不是用來Purri Purri我會用另一套LMGD4 link 因為用一套LMGD4 link 是很不理智的 即是你說Nismo body kit 亦是很不理智的 這件事 但沒辦法 有時候 因為他覺得 現在有影響太深層 不能駕速界 但我覺得 我印象中 你好像沒什麼理智的 你本身都沒什麼理智 你還說理智 我還有這套LMGD4 link 也是賣了 這套LMGD4 link 這套LMGD4 link 車主要保留的 因為我們會上另一套LMGD4 link 所以就給車主保留的 而且又可以便宜一點 何來而不為 之後就要說這套LMGD4的Condition 其實這套LMGD4的Condition 不錯的 第一 車沒有噴防守 沒有撞過 完全沒有問題 很minimal的 瘦 亦都可以搞定 最重要的是 它籠子真的很新 帶大家進去看看 現在上了兩套LMGD4的籠子 看看 其實都很新 而且真的全原裝 泰盆也有原裝 波滴也有原裝 整個Dashboard沒有轉穿過 沒有洞 沒有空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很不喜歡脫掉Dashboard 唯一可能搞的就是 這些Interior Trim 可能噴另一套LMGD4 但其實Condition 都可以 因為其實我見過很多 S15這些位置都白了 起了霧 很難用 而且我挺喜歡 這個Radio Delete 因為這套車會安裝 2Way的LSD 所以一定很難用 我覺得不需要聽歌 但它很難用 最難用的 最難用的就是這張原裝椅 但這張原裝椅很難用 據我所知 前載著 它返西部車 是要全原裝的 對 我打開NG Bay 是瘋狂的 我看完之後 但有些人是這樣的 很執著一定要全原裝 所以這輛車真的 算是這樣的 除了波滴的樣子 少少 掉了一塊牌 軚盆油的 軚盆油的 可能打一打去會漂亮很多 而且門板也漂亮 雖然有少少花痕 挺高質的 那我看看NG Bay 彈了 彈了 哇 馬鈴很重 我想說馬鈴很重 你自己說 什麼叫馬鈴很重 我自己很重 跟Super也差不多 你看到完全是全原裝 Intake就是原裝 之後 還有什麼 Innercooler 水箱 電池不是原裝 其他是全部原裝 我覺得已經很適合 我不會用Tesonic的電池 可以可以可以 你用什麼鞋子的電 白色的普通電 我明白 它是新的嗎 不知道 新到糟糕 新到糟糕 完全沒有掉色 真的很新 而且我很喜歡 如果買灰色的S15 它的引擎盆 是Nardo Grey的 原裝 原裝 挺帥的 我自己也很不喜歡灰色的 我覺得很多 因為真的很多 如果以後我們玩了 一兩三年飄移的 車還沒什麼缺陷 的話 整輛車都噴過第二色 不是因為油缺陷才佔 不是因為油缺陷才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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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沒有爛到 假的也照樣拿過 假的也照樣拿過 假的也不會花很多錢噴過 假的但我不會花很多錢噴過 如果兩三年飄到技術之後 我會花多錢去搞這部 你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我現在可能給一個限落自己去 改這部 其實我買這部 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挺好的原因 就是 車是故事性 什麼是故事性 就是因為現在車是全原裝 那我可以試改每件東西 令到它 在飄移上沒有那麼有幫助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第一步 拿一部車去飄移 什麼時候呢 就是可能 搞完外觀之後 就立刻拿去飄移 就可以再搞一次外觀了 Yes Amazing 我都沒有那麼容易解僱的 你始終會小心一點 很難說的 有些事情 我覺得最有機會撞到這個位置 是啊 都是撞這個位置 可能包一些法卜膠 在那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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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這隻美容 我很喜歡這隻美容 無論 就是我裝了這部 包圍 我都不會換掉這隻美容 但是我裝了這部 包圍都不會換掉這隻美容 我很喜歡這隻美容 我很漂亮 我不會沒有美容 要不然會沒有美容 我不會裝這隻美容 我不會啊 要不就是這隻 就是沒有美容 這部車真的不差 是啊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因為其實 剛才都說過 本身這個車主 是按全原裝去翻身 所以這部車的情況 真的不差 全都是透明玻璃 換了 所以 驗車沒有問題 剛剛驗完車 這油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是啊 這個K9 這部車比K9更便宜 來囉 沒有特別 期待我們第一部的改裝 究竟你們會覺得 換Aero的頭部馬 只是換Aero頭部馬 還是應該上了整套NIST 和包圍呢 這件事 我想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們覺得 不要用金錢去選擇 用理智 用理智 不是 用美觀感去選擇 不是 你用美觀感 就是兩萬元的Aero 他一定會這樣回答你的 怎麼會這樣回答你的 你用理智去選擇 理智加美觀 可以嗎 好嗎 好嗎 先量多 三個頭感 先量多 無端端買了 又買了這部車了 不知道買在哪裏 完結了 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LIKE這部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什麼 忘記脫衣服 要不要脫衣服 可否讓觀眾留言 他這件衣服 像什麼物體 這件衣服 叫什麼 新落頭不落 有自帶綠毛 我裡面是穿什麼 又爆發 我沒有T恤而已 你瘦了 當然 我從10月到現在瘦了 差不多8磅 但沒有特別自食 但人們都會說你飛下 沒辦法 所以就穿衣服 我不用飛釘 你瘦了 你瘦了 你覺得這件衣服好像油糖 沒有膠 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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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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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這樣吧 不要再錄了 謝謝 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應該過了10萬吧 這段影片 Bye 如果沒過就很冷 哈哈哈哈